Hello 大家好 又是新影片的時間 大家記得LIKE SHARE 和訂閱我的頻道 支持我繼續拍更多好片 給大家分享一些鐘標上面的知識 和生活上面各方面的東西 今天繼續跟大家說回防水 因為防水之前也有說過是用一個儀器去測試 並不是30米可以堆落30米的防水 今天就開始拆解不同數字的防水背後的意義 今天就跟大家說30米或50米的防水 30米和50米的防水 大家如果去買錶都會提醒你 屬於生活性防水 其實生活性防水背後的意義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去完洗手間洗手的時候 有時候會淺到不小心淺到水 淺到水落錶的時候 這個就會產生一些輕微的防水功效 當你處於一個下雨的環境之中 亦都不會因為下雨打濕了錶 令到錶入水 屬於一些比較輕微的防水功能 你如果真的浸在水裡 當然不行 所以其實一般這些30米或50米的防水 都是一些比較雙模型的 一些斯文一些 或者是一些Fashion一些的錶 通常都會是30米或50米的防水 再下來 100米的防水又代表什麼呢 100米的防水 其實之前影片我也有介紹過 是一個潛水標的基本要求 甚至乎是一個國際標準 ISO6425 就是一個國際標準 所以其中一個要求 就是一個手錶必須要有100米的防水 這個100米的防水 當然那個防水性一定是比這個30米 或者是50米來得要高 那個防水性 可以去游泳 甚至乎你不小心掉進水淡 或者洗手盆裡面 浸了進水也不怕 當然啦 前提是要你的標冠 一定要有旋入式標冠 再配合你本身的 你保持著去更新你的防水功能 那個意思就是說 他錶裡面的防水膠圈 你是要定時定後 要拿回去原廠做回更新 才可以保持著 防水性能 保持著一樣 發揮得這麼好 再下來 有些是300米或以上 這些其實是屬於專業的潛水錶 去到這個米數的話 當然啦 我們要配合他要有一個排害器佛門 有這個排害器佛門 再加上300米或以上的防水性的話 這些就真真正正正適宜去潛水的手錶 因為當你潛到海之後 海有水壓的 當你如果潛完一上回水的時候 你外面的空氣和你錶的內壓 有一個很大的差異的時候 有機會會爆的 譬如爆玻璃 甚至乎錶爆開之類 你便損壞了錶 所以其實是300米再加排氣佛門 才真正可以潛到海裡 所以 我就很籠統地分了三個階段 去解釋給大家聽 哪些數字的防水又可以做些什麼 所以大家也要留意 當你問及防水的問題的時候 你聽到30米50米都不要以為可以去游泳什麼 要留意你那隻錶的配置 是否是適合錶冠 之類的情況 防水這一部分就講到這裏 我們下個影片再演大家 拜拜